大家好,我的名字叫宋瑞渊 我是,我还正在出作一个小文章 关于我喜欢的书和我喜欢的游戏 这也是我要记的书 这本有,这本有我要记的书 是司马赵 是司马懿的儿子司马赵 他就从司马懿死了后 司马赵和司马是他的哥哥 就开始贫富魏州 其中我最喜欢的人物是司马赵 因为他的话继承了他父亲司马 义的这个聪明还有他的这个果断 而且他的话也改于上阵 而且他也可以一个人担负起重任 这本书他大部分是关于如何 他是关于 曹操 曹操 曹操的儿子先去 身世奪取了这个 汉 汉氏 然后进入了曹国 然后的话司马懿 然后的话司马懿 他司马家族又 这个打这个 这个 使得 使得 魏朝皇帝 退会给司马赵 然后的话 普国开始 这本书 这本书就是关于 一个三国时期 一个国家有可能的内斗 其中还有很多事情 需要你们去自己了解 他会有四套书 每一套书的内容都是不一样的 他不是一个系列的 你可以学一个书开始 谢谢